請問一下節目現場 我是阿關 這不是新聞 這是新聞背後的真相 我們持續帶您來關注 武漢肺炎風暴 這個階段新加入討論的 來賓邀請到網路觀察家 朱學恒 各位大家好 同時稍後 我們將為您連線 中山醫大法醫科主任高大成 好 我們來看到 整個疫情已經失控 連北京也淪陷 我們看到北京確診的 武漢肺炎已經來到212例 更令人擔心的是 它過半數都是群聚感染 而事實上北京在1月3號 就已經知道一切很嚴重了 中國網友氣炸了 說為什麼中國不說實話 又隱匿 好 現在中國已經松口求救了 華春瑩說迫切需要醫療物資 所以現在很嚴重的是 連北京都出現群聚感染 問題是北京的地位 就算要封城也不能封 全中國到處都可以封 就北京不能封 就跟你看到全身上下都可以包繃帶 眼睛一包繃帶 你什麼都看不見了 我們這次要先從華春瑩開始講起 華春瑩擔任發言人 從以前到現在一直以強硬著稱 就他從來不會示弱 從來不會鬆口 但是這一次他一反常態 以前你都聽他講 厲害了 我的國 我們最厲害 中國一定散盡自己的責任 這次他竟然承認 我們已經接到日本 韓國 匈牙利等國的捐贈 但是在防護衣 在口罩 在防護鏡上面 中國都缺 你想想看 以前還一片歌舞生平 他工信部部長不是說 我一天可以生產兩千萬個口罩 根本就夠 大家不用擔心 現在連華春瑩對外都鬆口了 你就知道狀況有多麼的嚴重 好 我們現在要來看北京 北京的地位我們剛才也談到 他的地位不可等型而逝世 不管是從經濟的角度 還是從政治的角度 所以即便他出現大規模的群聚感染 該封城也不能封 對 我們先講 這個群聚感染出現在哪裡 首都醫科大的復興醫院 他是在心臟內科的重症監護病房 就是我們講的內ICU 在裡面出現了群聚感染的問題在於 第一個 他的量不但大 他有41起群聚感染 牽涉到的確診病例124名 整個北京確診病例才212人而已 有超過一半以上 牽扯到這個案子的時候 你就知道 那表示他的內控已經出問題了 內控出問題就是 你在醫院會群聚感染 表示不管是隔離 不管是醫護 可能都做得不夠完整的時候 封城也沒有 表示這是內部爆炸 內部出問題 不是外面人帶來的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北京官員也第一次鬆口說 對 這個狀況確實很嚴重 而且尤其麻煩的是 在12月28號有一個老婦人 從武漢回來 他其實住的地方是在中南海附近 那個平房區 大概距離 直線距離3公里而已 那可是因為中方一直隱瞞這個疫情 所以大家也沒有覺得說 你武漢回來有什麼特別危險 特別麻煩的地方 有什麼了不起 結果沒想到後來 他直接發病之後 這個問題就大了 也就是我們講天子腳下 北京城就是天子腳下 中南海之外 更是人口密集低矮平房多的時候 這一次一路疫情挺進 竟然到達距離最高領導人習近平 就3公里的這個位置的時候 你說這狀況緊不緊張 也難怪華春瑩跟北京的防疫高官 全部都鬆口 說的確現在的狀況非常危急 因為這個保衛戰已經打到最後一線 也難怪他們知道不能說 也難怪他們從一開始1月3號知道 就隱匿疫情到現在 現在終於鬆口承認 我們回來講北京 有AI預測 北京的疫情有可能嚴重程度 會超過武漢 因為中國最大的11大都市 他用AI預測說 那到底哪邊的疫情 有可能比較嚴重 人工智慧就判斷 你的人口流出流入 然後每平方公里居住的人數 生活模式全部得出一個答案之後 北京的疫情如果持續演變 你不能遏止的話 它會最嚴重 我插個話 大家都看過北京胡同 那個北京胡同 那個之窄 那個巷弄 居住的人之多之密 你可以想見 對疫情的控制有多難 是 而且很多的建築 很多的設備相對都老舊 上海就是不停的翻新 你說它是魔都 但帝都北京就是以文化重鎮著稱 因此所有要討生活的人 都從外地來 你光看一個數字就知道 中國外來人口最多 就是它的戶口不設在北京的人 就是北京這個城市 其他什麼上海 武漢 四川 成都 或者甚至廣州 東莞 都沒有北京多 它有多少人 764.6萬人 是外來的 都是外來的 就它戶口不在北京 那就麻煩了 因為他們會頻繁進出 而且還有一個問題 以前戶口不在北京人 不能在當地落地 什麼讀書 什麼小 在什麼小學 自己的子女要上學 都有困難的時候 他們隨時遷移的可能性很高 之前我們去年跟前年的時候 是不是討論過 他強拆那些民宅 就是那些外來的民工 把他們趕走的時候 他們就直接往其他地方走 那請問這些狀況 如果他們一旦群聚感染 不管是往外擴散 或是往內擴散的時候 你會不會有更大的危機 因為光這樣子 它的常住人口裡面 外來人口 佔35.6% 三分之一的人 是外來人口的時候 你要怎麼管理 他們不進不出 甚至在其他地方 已經都部分 他們都說什麼 最近發明很多新名詞 什麼軟性管制 這不是封城 我們只是加強 軟封城 對 我們只是加強管理 這個狀況 北京一旦失守 我們根本沒辦法討論 北京失守會怎麼樣 因為天子腳下 就那一區 你不到北京 不知道官大 不到上海 不知道錢多 如果官大的這一區都封城的話 請問令不出北京 你接下來的防疫 整個規劃要怎麼辦 我們回來講北京 北京地位為什麼重要 在經濟上 在政治上都非常重要 在經濟上 很多人可能第一個 聯想到的是上海 認為上海的GDP比較大 但別忘了 所有的企業總部 國際總部 國企總部 都在北京 因為官都在那邊 所以你不管是看什麼在 我們這樣講好了 所有的媒體出版 一定要在北京 因為長官要看 你要馬上給他看 上海只有商業 能夠值得一提 但是光就我們講 四年到五年前 北京的GDP 就已經達到上海的91% 如果照這個趨勢繼續走 這一兩年 北京很有可能 他GDP超過上海 所以他不但是政治中心 現在已經漸漸變成 經濟中心的時候 你看看那個數字 可能很震撼 北京的GDP是 35000億人民幣 在這個狀況之下 他其實跟上海 已經不相上下 而且更重要 我們剛剛講企業總部 你說企業總部的 整個狀況是什麼 500強世界企業 這種講好像很了不得對不對 北京市是全國最多 有56家 你想到我們之前討論的 只要剁個腳 全世界的油價 原物料價格都會動的 對 中石油 中石化 中鐵 京東聯想 小米 企業集團都在那邊 那更不要講他的政治地位了 現在火燒到天子腳下 會不會撼動習近平 我們要講最近習近平的確一反常態 除了昨天討論過的 怎麼跟WHO的秘書長 講出我親自 忽然之間變成集體領導之外 新華社改稿 新華社哪有那個膽子敢改習大大 親口講的東西 他既然這樣改就表示責任要分攤出去 責任為什麼要分攤 那我們直接講 現在引人疑鬥就是他自從 面見WHO的秘書長就消失了 人不見了 神隱了 你完全找不到公開談話 甚至連央視新聞聯播的時候 就說習近平同志指示什麼東西 唸干稿 沒有畫面 都以前的畫面 不是他現在講 我看他們唸干稿 唸了13分鐘 13分鐘又沒有畫面 不是 我們這樣講 大家做節目就知道 13分鐘內一定要陰一些畫面 他一秒鐘都不敢陰 因為畫面 因為怕你有錯誤的聯想 甚至網路上現在什麼東西都出來了 第一個有武漢的網友說 武漢要獨立 湖北要打響第一槍 因為他們說你政府對我這麼壞 我一定要想辦法跟你對抗 甚至更嚴重的是 然後有怪異的新訊息出來 你看到沒有 他這個照片直接寫說 據說是他到了武漢 這個他是這一排車隊是指的 你看這麼長的車隊 然後有安全 有禮賓 一定是大關 對 那誰大關 不是李克強 李克強最近沒有在武漢 而且他們現在開始在放話 謠傳的時候 就說說他去了火神山 那他直接去視察 剛落成的已經開始 招收得病者 他直接去視察 但這個問題就是 你把你的抗議最高總指揮 政治常委的頂頭上司 但是習近平主義放到那麼前面 真的有可能嗎 但這個消息 世界上沒有偶然 只有必然 會放這個消息 一定要掩蓋某些事情 甚至他底下還有人 你在網路上 雖然馬上被查 馬上被封 還有人把習近平以前咳嗽的畫面 特別剪出來 那你看 這個概念我們就這樣講 那為什麼要剪這個 這個擺明就是要搞習近平 那就是要導致民心浮動 那你說剪的畫面 有百害而無益力 但為什麼大家還在流傳 就是大家覺得說 這是一個好機會 我最好趁亂動搖 他的領導微信 將來有一天要就責的時候 搞不好我們可以動搖到習主席 現在火已經燒到北京 會不會燒到習近平呢 不過我們最關心的 仍然是現況 我們在網路上看到 一則影片流傳 讓我們真的心很酸 一個女孩子 她追著運濕車跑 嘴巴喊著媽媽 為什麼呢 因為當她媽媽確診為武漢肺炎 到離世這段時間 她不能看她媽媽 到離世也不能見最後一面 甚至連火化都不能參與 我們來看這段影片 所以我想所有的民眾都想知道 到底疫情的真相是什麼 我們為您連線高達成法醫 法醫你好 菁姐你好 大家好 剛剛看到那段影片 心酸 那我們回來講 他們的那個火化的火葬場排隊排成那樣 你說他們的死亡案例只有四百多個有可能嗎 不可能 不可能 因為我們在台中 我們在台中有四台 火化乳 火化乳 一天可以燒 超過30分鐘就可以燒一劑 30分鐘 是 那一天你如果真的24小時不停地燒的話 那你知道最多也可以燒到40劑 在台中只有四台 如果每一台40劑的話就160個 是 我們台中是做 我們台中以前最多是燒到10個 那大陸他們有30台 30 公共在武漢是嗎 30台 對 如果他一天也是可以燒到40台的話 那一天下來 就多少台了 一千兩百人 對啊 就已經不可能 所以如果還要排隊 就不可能是我們所看到的四百 四百人不用排隊啊 如果照他們有30台的話 四百人不用排隊的啊 一天就燒完啊 所以死亡數字可能遠遠超乎我們的想像 我覺得他們應該是要乘以10倍以上的 我看到法易爾在媒體談到 你認為這個病毒株的來源非常可疑啊 對 因為他們 記得是在發生這個案件案情的時候 他們掩蓋疫情 所以只要就是說他們怕說 他們知道是以生化武器所造成的 因為我聽說這個華南海鮮市場 到那個SARS研究中心 只有30公里不到 是 那會不會那個地方的人 研究人員感染 不小心在做研究的時候被感染 或者是說 他身上有感染這些病毒 然後跑去這個華南海鮮市場買東西 或是然後把這個病散播出來 然後就一直感染很多人 結果連他自己都嚇死都不敢講 所以他們就 中風味道平息人心 他就在那個華南市場 故意採了55552樣的樣品 去做檢驗說有35個是陽性 所以他們認為 這個是在那邊吃的東西 所造成的感染 不是其他的問題 不是生化武器的問題 但是這種做法 就是此地為你三百兩 因為如果真的是 對 因為你如果真的是 你是因為 因為那個吃那個 那個野生動物 那不應該吃的東西 所造成感染 在全世界不是你中國 中國大陸吃的東西 廣東也吃很多 還有其他的地區 也很多人都在吃這種東西 可是怎麼都 一粒或兩粒出來 不可能對不對 最少一個一粒或兩粒會跑出來 然後大家知道說 有東西有東西 才有在吃都有得到 對 同樣嘛 只有你有得到 你的旁邊都是SARS研究中心 兩百令人家起 對不對 所以確實起人疑鬥了 因為包括廣州現在出現的確診病例 很多也據說是從武漢過去的 所以是不是真的這個病毒株的來源 是因為這個實驗室所流出 現在外界確實討論很多 好 現在剛才接受我們的視訊連線 他談到了 他認為的死亡數字恐怕不只如此 也談到了病毒株的來源 他認為非常可疑 不過我們回到防疫 來 防疫大家最想知道的問題是 到底不管他的死亡率是多少 不管他的死亡數字是多少 誰容易被這個病毒所攻擊 誰是最高危險群 是我們最關心的 有說兒童孕婦 這是誰說的 來 大陸的官方說兒童孕婦 是最容易感染的 有BCBC的記者分析 99名的武漢病患 分析出來他們說是 男性有抽菸的 中年男性平均56歲 有說是中老年人 所以到底什麼樣的族群 是武漢肺炎病毒株 最有可能攻擊的對象 教授 這個初期的數字 看起來小孩子比較少 但是我想這個應該不是說 小孩子他免疫 因為後來還是陸陸續續 會有小孩被傳染到 應該是可能他當時發言 這些病毒 應該是在小孩子少出沒的地方 可能是相對接觸的機會少 所以他得的人大概都是大人 都是這些成年人 所以我想兒童孕婦當然就很難說 不過我想兒童當初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的狀況少 甚至還有一些大家在談說 是不是兒童可以免疫 他幾乎都不會得 其實現在證明可能得的機會少 但是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想現在只有90幾個 如果用記者分析的案例 100多個其實還很難說 因為現在整個中國大陸得罹患的人數 已經將近快2萬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未來我相信 誰會得的圖像應該會更清楚 應該會有一個比較明確的大數據 從目前現有的資訊來看 對 從剛剛就是今天下午3點 衛健委在北京開了記者會 我們剛剛在現場我用手機連線 那麼他講到就是 他最小的得到這個病的是 一個月大的小孩 一個月大 他年紀最大得到的是90幾歲 所以因此事實上他這個看起來 範圍非常大 範圍非常大 從理論上來看 很簡單就可以了解 就是你每一系統好的 就比較不容易得到 每一系統差的就很容易得到 你可以看到 一般像小孩子免疫系統是比較弱的 另外像比如說吸菸者 他的呼吸道是很弱的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BBC記者分析 他最先死亡的兩例都是吸菸者 就是因為他的這個 呼吸道的這些所謂的防疫系統 已經被菸摧毀得差不多了 老年人當然他的這個抵抗力 是很弱的 所以因此看起來就是說 提高自我的免疫力 其實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點 因為我們每次讓病毒攻進身體以後 唯一能夠殲滅所謂的這個病毒的話 就是靠的免疫力 如果你免疫力好的話 就可以度過這個難關 免疫力不好的話 當然我們醫生就會想辦法撐你 撐是什麼 支持療法 你講得真好你好不好 就支持他 但是最後還是要免疫力起來 還是靠自己 對 你免疫力如果起不來 怎麼支持也沒用 所以因此 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維持自體的免疫力 平常健康生活 然後飲食健康還是很重要 由於說男性中年人 比較容易得到 是啊 這也很奇怪 這也做各位要小心 還好我年紀比較輕不算 不過但是你可以看得到 在BBC分析的99名裡面 他說男性得到有67名 正常如果一半一半的話 因為這個比例滿高的 正常如果一半一半應該50 多了17很多 多了快20% 所以意思就是男生是dominator 有67個人 再來就是說 他死亡的中位數是56歲 那這樣照道理來講 如果我們平均年齡是80歲的話 我們應該平均數 應該差不多在40歲左右 怎麼會均速拉到56歲 所以顯然看起來 是中老年人抵抗力還是比較差 但是又偏男性 然後現在網路就 你在電視上說56歲是中老年人 馬上會有很多人來抗議 他說我是中壯年不是中老年 中壯年是不好意思的 中壯年 現在高大會是很年輕的 阿關你知道我覺得很不公平 你知道SARS當年是說 高危險群是年輕人 越健康你的反應越激烈 結果現在變中年人 當年我是年輕人 現在我變中年人 永遠都是我們 永遠你都是最高危險群 餘下個動作 project 地方上人 會 monitor 照顏色中有科目人 後來沒有那麼多 我來自行的 後來的 沒問題 消防人員 到全部